感謝神,今早我們帶領一個聚會時,有一位姐妹分享,祈禱好像靈魂飛上天,甚至在上高空看下來,看到屋,周圍的環境 最後在等電梯時,電梯已經在上一層,在六樓,我們在五樓,在六樓時我跟祈禱,下來的很短時間 那一陣子,靈魂就會飛上神的寶座,我鼓勵大家,現在我們可以跟神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尤其當我們經歷聖靈,你經歷到聖靈的能力搖動你,你就可以好像飛去神那裡 好像心靈的靈魂飛去神那裡,一路跟神有這種從心靈發出的親近神 你都可以越來越經歷到神的同在,雖然不是每一個人去到那個位置 你不要經常想著,看我何時可以飛上天,你這樣想就會有很大壓力 而你就是,我就是親近神,總有不同的恩典,不同的同在 還有這位姊妹,特地在加拿大過來,跟我們一起 祈禱,為人祈禱那些人都有經歷聖靈 我們看到神就是,時時祝福我們的,使用我們的 好,可以停一停 為何我在講的時候,我不講名呢? 謝謝耶穌 好,今天呢,這個信息是講到,怎樣的心靈可以完全興省 那我們因為呢,其實,我們基本上我們是知道的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怎樣養的 但是很多人呢,總會覺得很沉重 所以今天的信息呢,不要只是說,我知識上知道 而是我怎樣應用出來 怎樣在這一陣子應用出來 還有呢,當我們回到家的時候呢,能夠應用出來 時時都是一個興省的狀況 如果我們時時興省的人呢,就會被提升 我們就會有力量 就會呢,做人就不辛苦了 有力量向前去 並且可以一步提升,越來越提升 我自己發覺呢,當我越親近神,越放下這些煩惱 神給我越多教導 真的呢,在這段時間呢,在我回來香港,2011年開始 起初的時候,我未曾有輕鬆德性的教導 那就是一路教導人的時候,慢慢就形成了這個教導,輕鬆德性 接著呢,神又給我另外一個教導,發揚神屬性 查經法,講道法 我們中間有一位姊妹很肯定 他說呢,聽完這個教導,他就覺得很喜歡 就是在講信息的時候,整天講到神那種屬性 他的本性多美好,神的美好和他的恩典 於是我們呢,就會很羨慕神,很喜歡神,很想跟他在一起 那他呢,就做功課我今天,他加了一個功課給我 就是呢,寫這個,這樣的信息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做 都是說,就是能夠去領受神的恩典 那我自己真的很感激神,神一直給我很多不同的教導 怎樣更加幫到人去實行出來 那希望今天呢,幫到我們大家 那個心靈怎麼鬆 那其實我們個個都知道的,基本上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走不出來 那所以我們今天著重呢,就是看,怎麼走出來 其實背著重擔是很慘的 那左邊的圖呢,就是一個人被人微笑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微笑過呢? 我相信成長一定有的 那有多,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 被人微笑是會可以造成 內心的這個字,我形象很低 覺得沒有人喜歡自己 沒有人看起我們 那然後呢,就是有哪個家庭的炒謀 或者不是一定家庭,總之人的炒謀呢 令到我們覺得,好像自己呢 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啊,受傷害啊 那另外呢,就是被人指責了 那,聖經是很好的 聖經裡面有很多很多恩典的說話 不過很多人就將聖經的說話 轉為指控的說話 譬如說,你都沒有愛心的 你都不傳福音的,你都不幫人的 那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很大的壓力 也都不是推動人的 所以我們學習不要去指控人 我們引導他 我們首先讓他知道神的恩典 如果他真的有些事情處理,我們引導他 用他知道的時候,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怎樣去提升呢? 那個注目是怎樣去提升 你的生命是可以提升的 你想怎樣去提升呢? 那這個就,就變成了不是指控的方法 那或者呢,是人憂傷啊,都是很慘的 其實,憂傷的人是很慘的 或者是忙碌 就是我發覺原來,充忙呢,都是很慘的 就是,如果你經常都有一種壓力 要快點呢,就會有一種壓力的 那我自己因為經常都想死 有時候我洗碗就要關注 快點快點洗完呢 我就發覺當我心急呢,那個心就會頂住的 所以我現在洗碗呢,我是決意 其實這個經歷呢,教了我一種東西 就是,無時無刻,不斷 因為我拔著耶穌 耶穌,我有你就可以了 我不用一段要趕快點做事 雖然我是很想快點做事 我是很想很想快點 但是呢,我現在要學,放下 有些人就不動的 我就動得太快 就要放下,不要那麼猛 不要那麼急 因為我是急,不是猛 不要那麼急 那我就說,放鬆一點吧 不要緊的 神知道我做到幾多的 我越急,反而我做得更加不好 那原來這些任何的淡子 其實任何的淡子 我發覺人是承擔不了的 譬如我們擔心一件事 立刻睡覺可能有影響 擔心一件事,立刻覺得心頂住 我們不開心 我們被人影響了 被人傷害了 又是覺得很難頂的 就是任何這裡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認同的 那天的感覺 繼續在這幾天 你已經覺得很辛苦了 如果他還走不掉 有時候感覺 他們離就容易離 走就難走 那些負面的感覺 那個特色就是 易離難走 他離就容易 你煩惱他就離了 但是離了之後怎麼走呢 其實是困難 那我們今天都會講到 靈在靈裡面怎麼得幫助走 還有呢 在魂和生活上得到靈 能夠處理到 好了 馬帝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這裡講到 是有兩個層次的安息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留意一下 哪兩種層次的安息 凡老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鞭 學我的樣識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們騙是容易的 我們單止是輕散的 耶穌這些說話 真的很好 耶穌真的說的話 是對我們可以很大的安慰 他說你勞苦擔重擔 不用擔心你來我那裏 我就會給你安息 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這樣說 你來吧 你什麼病就來吧 現在越來越多人 有情緒問題 抑鬱問題 自閉症 和人交往 不肯讀書 不肯做工 不肯面對困難 現在這個時代 都很多人是這樣 很多龍虎擔重擔的人 但是耶穌真的幫到 你就是拿著耶穌 每天抓著耶穌 其實我這些經歷 因為我心急要做事的經歷 是幫我更加觸實神 就是更加二十四小時 一醒的時候 總是抓著神的 他就說 勞苦擔重來來到耶穌 我就記得得到安息 這是第一種安息 這是第一種安息 就是簡單的行動是什麼 很簡單 兩個字是什麼 到我者裡來 不是兩個字 對不起 不是來到 到我者裡來 然後第二種安息是什麼 然後耶穌就說 我心裡柔和謙卑 他告訴我們 這裏很明顯說到神的屬性 很柔和的 很謙卑的 很樂意祝福我們 很溫柔的 你扶我握 學我的樣式 扶我握 就是牛耕田 那種握在頸裡 就是做耶穌吩咐我們所做的事 和學耶穌的生命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裡面就能夠享受安息 所以這裏講到第二個層次 就不只是來到耶穌那裡 而是扶耶穌握 學耶穌的樣式 所以我們當中 有些人會為你們祝福祈禱 輔導 幫助你 我希望 當你被醫治 被釋放 被安慰 你就說 好吧 我也幫別人 讓我們把這個 醫治 安慰 釋放 和更新人的生命 帶給更多人 那你說神啊 你幫我 我扶耶穌握 學耶穌的樣式 這樣你們的心 就得到安息了 因為耶穌說 我的握是容易 而我單是輕散的 其實跟蹤神 可以很輕鬆 當你全心跟蹤神 是輕散的 但如果你跟一半 就很重 有些人 表面做事是很慘的 如果你是表面做事 是很慘的 但如果你是 就是享受神 親近神 是輕散的 這裡講到兩個層次的安息 第一個就是 去耶穌那裡 就得到安息 英文翻譯就是 Give you rest 然後你負耶穌握 學耶穌的樣式 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英文翻譯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就是你的靈魂 可以得到安息 即是 一個更加深層的安息 在靈裏更加安息 因為耶穌的握是容易 我單是輕散 你裡面 就會得到安息 這些安息是最穩固的 如果你單是被服侍 祈禱的那些安息 只是暫時的 但如果長久的安息 是最好最好的 阿利多人 感謝耶穌 其實這些報告 我全部可以傳給你 誰想要 我可以傳給你 好了 我們怎樣有重擔的形成 怎樣重擔形成為加強 其實有重擔是很淒涼的 壓住是很慘的 其實就是 怎樣加強呢 就是我們怎樣看事情 怎樣處理事情 我們一起看 第一 什麼原因 人的重擔會加強 就是喪怨神 跟著事情不如意 不如意的時候 反應就是 不能夠接受困難 以及不能夠處理情緒 這個很多事情都是 很困難 他不懂得處理 又接受不了 情緒又搞不定 一有什麼事 都會有不開心 很簡單 你本來拿個蛋糕吃 怎麼踩到地上 你都會有不開心 就是最少的事 雖然你隨時可以買回來 但是呢 心裡面都是會不開心的 禁論盡啊 哎呀 就是我們 不處理到情緒的時候 一件少的事 都可以受影響的 然後呢 最慘的是 就是不理性的反應 不理性的反應是什麼呢 發脾氣啦 扔東西啦 猛診啦 氣人啦 罵人啦 一些不理性的反應 或者 踢炮啦 走了出去啦 那時候呢 那個重擔更加大 就是原來人的情 那個問題加強 就是當我們處理得不恰當的時候 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那個問題加強呢 就是一生人曾經很多次這樣加強 所以慢慢越來越嚴重 小朋友的時候沒有那麼緊要 小朋友有什麼事呢 很快就忘記了 但是當一路成長的時候 一路大呢 那些事情就越來越蠢了 一路我們處理得不好 情緒又處理不好的時候呢 就在我們裡面造成了傷害 你知道呢 你就去找方法處理了 好了 困難發生了 有困難 很多時候人呢 就會被感覺掌控了 感覺掌控的時候呢 嚴用理性的處理和分析 就是分析和處理分析了它 其實人是神給我們呢 是有靈和魂的 魂有思想意志感情 我們的思想是重要的 有時候人經歷聖靈呢 有個傾向就是 我喜歡經歷聖靈 因為我不用想 但是呢 我們應用回生活都要想的 我會跟人說 經歷聖靈要入回腦 如果你不入回腦 你就不會應用出來 只是我一時的經歷 但是當時我經歷聖靈 我就說 這麼好 我為什麼應用出來呢 到底和我信有什麼關係 因為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很新的東西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 愛神的 喜樂平安 我覺得很好 我就去看聖經去分辨 其實聖經很簡單說 就是叫我們得著能力 去傳呼音 我就開始為祝福人 應用了在這個 傳呼音和建立靈命 然後跟著我發現 又可以帶來心靈的醫治 身體的醫治 又可以安慰很多人 那我就 即是說 不只是經歷了 而是我入了我的生命 我的思想 同樣處理生命 都是需要理性來分析處理 就是分析什麼事情發生呢 然後處理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事件很少 可能被人說一句 有些人會跳樓 如果他理性分析 那個人經常都罵人 他罵你都不是第一次的 他罵過很多人 你會因為他而死了 但是人就是沒有理性的分析 就是感覺帶頭 那個感覺帶頭 結果就問 那個困難就變得更加大了 大家想回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知道呢 不要緊的 你知道現在上早 知道開始處理就可以了 你現在開始處理 你就可以進步 不用說死了 我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不要緊 現在開始改變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圖就很簡單地講出 有時候一些小事可以帶來 負面思想帶來的後果 這個人曾經他表現不好 但是他有一個結論 他有一個負面主觀的思想 我永遠都是失敗者 這句說話就是致命了 他沒有這麼想 就沒有這麼大件事 他就想我是失敗者 接著他影響他的情緒 對身體和行為 那有什麼情緒呢 負面 不開心 煩惱 身體會怎樣 疲倦 失眠 然後行為什麼呢 孤立自己 還有沒有理性 做事是軟農 抗拒人 不同人相交 那種反應 就是因為他覺得我是失敗者 所以其實我們明白負面思想的破壞性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 用正面思維 每一樣東西都有方法拆解的 我今天就是幫大家 一方面我們說神的同在 但另一方面怎樣去拆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不是很複雜 是我們願不願意的 譬如我們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是影響整個人的 因為自我形象 我們覺得自己不好 因為失敗過 那以往的事呢 就影響我們的自我形象 那現在有個問題發生了 譬如以往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 經常失敗的 那些人會彈我們 一旦有事發生 立刻就覺得 哎呀我也是沒有價值的 我也是沒有用 因為這個潛意識進去了 那個潛意識 一見到困難 立刻說 我也是不行的了 我不做到的了 又覺得人就不喜歡我的了 因為這個潛意識 是一個負面的潛意識 我們裡面有沒有負面的潛意識呢 有沒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是很自然的反應 這個負面的潛意識 可以說是一個致命傷 來的 不過有得拆解 你只要每天進步 100%都有方法 待會我們會看的 只要你努力嘗試 你有進步些少 你就可以欣賞自己的 但是我想 這裡說 如果我們沒有去 去處理的時候 由得他繼續 是可以很大的情況 很大嚴重的後果 就是心情更加沉重的 就是原來 以往的事 是對我們有一個長遠的影響的 就是這個潛意識和意識 意識是甚麼 你知覺 譬如你現在知覺 我現在回來教會 我回家 我上班 我知覺 那個人這樣說話 你知覺 但是我們潛意識 我們不知覺 我裏面 受了以往的影響 我裏面有些不開心 裏面有些缺乏安全感 裏面有些煩 在裏面的 有些人 他經常都受傷害 激氣 他經常都一種猛疹 在裏面 潛意識正在影響著他 那我們明白 原來我們裏面 我們 就是我們看上來 我們問 我們有時問人 你怎樣啊 沒事的幾好 正常 我可以來到 我又可以聊天 我又可以做甚麼 但他沒有留意 他裏面的潛意識 潛伏了很多事情 潛意識 有些甚麼 跡象 如果潛意識有問題 有些甚麼跡象 容易受傷害 即是有些甚麼 人家說句話 他又很容易 很敏感 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會負面 即是有些甚麼困難 就說不行了 沒用了 人人都是不好 人人都對我不好 很容易懷疑人 那些人是否害我 那些人是否出賣我 又很容易辯駁 當人跟他講一些提議 他就說 不是啊 我沒有這樣做 不是啊 不是這樣的方法 而且很難相信神的愛 就覺得 神怎麼會愛我 好像我這樣的 即是廣東話 人渣 沒有用的 不行的 沒有人喜歡我的 很難相信神愛 而且容易發惡夢 如果大家有這種情況 就說我們的潛意識 是有這些 潛伏在那裡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家裡問題 我是發惡夢和夢有的 最嚴重的時候 我試過打穿牆 因為我發夢 就見到 我就起了一封牆 起了一封牆 發覺自己站在一封牆裡面 起了一封牆 封住了 然後我很害怕 然後大力打一封牆 而那個地方那些牆 就不像這些那麼困難的 是軟的 一打下去就穿了 那 即是曾經是這樣 但是神可以一步步釋放 就是我們 有神的同在 還有我們刻意處理 我們需要理性的處理 還有需要靈 神的靈 也都需要在生活上的處理 那時候 這些曾經受傷害的潛意識 可以醫治到的 好了 先說到影響我們的自我形象 這裡就說到影響內心和處理的事情 即是以往的事情影響了我們的潛意之後 現在有新的困難 新的困難 跟著我們那個內心是怎樣呢 就會擔心 哎呀 糟了 這個很自然 很多人都會 哎呀 糟了 做不做到啊 不行啊 我做不到啊 好害怕啊 又猜疑了 那些人是不是幫我啊 那些人是不是出賣我啊 會有這些負面情緒出來 然後呢 亦都可以有不理智的反應 就會發爛詐 會走了去啊 放棄啊 這些這樣的反應 即是處理事情 和內心世界 和我們的自我形象 全部都可以 即是可以呢 是有以往的歷史影響我們的 而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處理事更差 其實有很多人的事情 處理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譬如有些學生 他被同學笑過 跟著他不肯上學了 那其實 同學笑過 是不是真的 死得呢 又不是啊 但他完全沒有這個處事的能力 當被同學笑 我不想回學了 那他就不回學了 就沒有想過後果的 那這個就是他那個處事能力 去到一個很低的程度 很容易受傷害 而 不理智的反應 可以成為一生的難所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沒有能力 覺得人不歡喜 就會有這些不理智的反應 有些什麼不理智的反應 避開人 不敢說話 或是亂說話 很害怕或是憂傷 胡思亂想馬 那樣想 那些人是不是害我 鑽牛角尖 即是說 原來人可以是有不同的方向 當他不能夠理智 當他每次面對生命的時候 他可以反應很大 而有時候是不是很大件事 譬如有些人 他們一次的戀愛失敗 他可以去自殺 還有有些可以殺 那個女生殺了那些家人也可以 這是一個很不理智的反應 因為他破壞了人的生命 又破壞了自己的生命 然後他就自殺 到底他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他都完全失了理智 就是因為他 裡面是完全亂糟糟的 那麼我們求主幫我們 怎樣去分辨這些問題 好了 我們現在說第三 如何 如何可以心靈輕散 即是說到一些原因 就是我們的思想模式 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的情緒 沒有管理好 這些一切都影響我們的 那麼第一 想心靈輕散 想不想 完全輕鬆的 第一 就很重要 第一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肯愛我們 和幫助我們 神真的很愛我們 而且經常幫我們 但是很多人這些說話 就不信 那些不好的人的說話 就信了 那些人說他壞了 他就很生氣很生氣 經常都在反駁 以創書內一章一到三字 我們抽取一部分 出來一起讀一下 差英內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避囚的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起落油代替悲哀 神就是來醫治 即是神不只是拯救我們 神亦都來醫好傷心的人 以及報告秘魯的 無論你的捆綁是什麼 是煩躁 待人折蜜 被壓抑 自我形象 什麼問題都好 神都可以救你出來 避囚的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所有悲哀的人 都可以得到安慰 起落油代替悲哀 神真的可以一步步的幫助我們 即是我自己本身經歷過 這種壓力的感覺 但可以鬆散 可以輕鬆鬆 就是神真的有這種能力 但是同時 也是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去處理 神給互動的土共 我都講過 這個互動的祈禱 我都很想大家去 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一邊祈禱一邊 知道神喜悅 因為聖經也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還有聖經也說到 有人專心 因為他專心愛我 所以我要 應找他的討告 我要答救他 我要將他放在高處 我要使他尊貴 神就答應 和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都要為他歡喜 這個不是指初信 是指任何時間 你任何悔改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做錯事 就說神啊 我很醜怪 不敢祈禱 會有這種反應 但是當你想 我一悔改 天上就會 哇 一起開心 那你說什麼 那麼大件事呢 因為罪是捆綁每一個人 當你真心悔改 神是很歡喜的 神的反應 是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 西方的書 那裡講到 三章十七節 他因我們歡欣喜樂 墨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他很開心的 所以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 很開心 但很多人就不是這樣想 我親近 哎呀 神都不聽我祈禱 神很遠啊 神你會幫我呢 就是我們總是容易 想這些困難 人是有一個傾向 總是喜歡垃圾 不喜歡好東西 總是想不好的東西 但是我們學習 就是想好的東西 我在這裡祈禱 我深信神在愛我 其實親近神 土神喜樂是容易的 因為耶穌說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屎 都不能不得上次了 你去愛神 神又祝福你了 只要你開始去做 你去親近神 去愛神 神就一步步的祝福 其實是不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心裡面 深深相信 是不難的 雖然我們可以進步 但你就由最簡單做起 神都喜樂 這樣呢 你就沒有壓力的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神就好歡喜 神就祝福我了 這樣呢 你就得力了 是不是 但是人很少這種想法 人當數就會想 哎呀我祈禱不夠好 祈禱不夠長 祈禱不夠專心 我就有很多罪 總是想這些 如果要看真的很多 不過這些又沒有幫助 但當你想 我一悔過 神就歡喜 我一跟從神 神就歡喜 那你就會 一路祈禱的時候 心裡會說 神一愛仰愛 神歡喜 你聽我祈禱 不是變成驕和 不是我好厲害 神都會走過來 神很愷看我 神是每個人看起來的 而是神是真的很好 真是很好反應的 他的反應是超越了人 當你經歷任何工作 當你親近神 任何神的工作 神的平安 或是任何感動 你都如何呢 我们一起读,马上感激神,享受神,喜悦神,大大欢喜 那你的灵就得力了 马上感激神,神让我平安 就不要说,人家的经历这么大,我只有平安 不用这么想的,你有平安已经好好了 好感激神,享受了,享受了平安真的好 真的很平静,感激神 想到这个是由神的圣情来的,神本性就是这样的 而且喜欢神,很喜悦神,很欢喜神,哇,神是这么好的 然后就欢喜了,其实什么好事我们就欢喜了 感激神,我可以开心,感激神,我敬拜仇能够这么投入,感激神 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历任何神的工作都会随时得力 其实难不难呢?是不难的,不过人不习惯是这样的 人不习惯,有些小小好事就很开心 其实神这些平安不是小事来的 不过人就觉得这些是初级,那些是高级 其实是不小事的 其实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习 那我们就培养一种正面的情绪 比如说,有东西吃,很开心,有东西吃 而不是说,吃过很多次了,随时都买到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而是说,我有真的好 好了,就算呼吸,其实深呼吸都很舒服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烦恼的时候,放松 真的舒服一点,那你是神,真的好 为什么?深呼吸这么舒服,那你就欢喜神了 对不对?人就欢喜 如果你是这样的思想 魔鬼没办法停留在这个里面 你每天都这么喜欢神,神的同在一定在你身上 好了,怎样可以心灵兴兴,学耶稣的样式 有耶稣的生命 这里讲到,第一个是讲到灵的 但其他会讲到,包括五性的 第一,就是在祈祷的时候,轻松 和深信神爱我们,这个是很基础的 希望大家听到这么多次讲到神的爱 时时深信神爱我,神在祝福我,听我祈祷 然后这些是需要我们在五性上去处理的 深信神一定帮助和祝福 很多人很难相信这句话,圣经说了 但他的心不是很难,不是很容易相信 但你就还给自己,神这么多次做事 神又让我们平安喜乐,神又帮我们 神又帮到那么多人,祂是真的,祂真的会帮我的 我就深信祂会继续帮我,继续祝福我 这个是我们要说服自己的 你有没有说服自己呢? 我是有空就想神的工作,我看到神如何改变人 譬如我见到这位姐妹,特意在加拿大特意来 我的心里面,我就很感激神 感动她有这个心,她真的想来学习的 她真的很用心学习,她又肯去做 就是神给她推动力 我感激的是神,我也欣赏她这个心 那时候呢,我就看到,哇,神真是做工 就是有这些事情,我就会记住神是好的 一起来说,我们看到什么神的工作,我就记住神是好的 我看到神什么工作,我就记住神是好的 我就放在记忆里面,我就喜欢神,我就感激神 我下一次我就信靠神 就是有什么困难,我就信靠神,会继续这样做工 那人呢,就由圣经,和我们经历了神的工作 继续任何时间,我都相信神帮我 那你呢,其实就没有有怕的了 其实你听到这个已经可以处理了问题了 不过我都会详细讲一下,什么方法的 还有信神的帮助,不计较困难 困难是怎样的,神一定有开路 他一定会帮,一定会出路 因为未求以先,神已经知道,他一定会帮我的 永远都不要说,神都不帮我的 永远都不要说,神一定会帮我 有什么烦恼,就立刻处理了 不是,处理是要用思想的 是需要去处理,譬如有人骂过你 你要分析,这个人都是容易骂人的 他都受很多伤,所以他容易骂人 他说的说话都不是真理,我不用放在心上 但我连述他,我就祝福他,我遥述他 但我又不放他的说话在心上 这个就需要你刻意,都很多步骤 很多步骤,不是这样,我遥述他,就遥述到的 我们需要拆解,然后逐步逐步去将他 这个影响拆开 如果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当人做一件事 说一句说话,或者我们自己做一件不好的事 我们的心就好像很多条链绑住 不是只有一条链,譬如人家骂你,你瘦落了 你要拆完这条链,就拆第二条,又拆第三条 他可以将几条链锁住你的心 我们就逐条拆解,但如果你不收下 他一说你,你已经预防了 我知道他会伤害人的,我就不介意 你就不会有这几条链,逐条逐条解 所以越是早处理就越好 我就不需要计较人家看我 因为人不能掌管我的生命,是神看我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尽了本分,我就不需要担住淡子了 我就可以很轻松了 我们需要神也带领我们的意念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就想到经历圣灵 祈祷,你说祈祷那些烦恼都走了 不只是祈祷之间处理完 而是我们需要生命的处理 圣灵透过我们的意念做工,改变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是需要刻意的处理的 好了,我现在用实际例子 如何提升自我形象 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受落一些不好的说话 自我形象觉得自己没有用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前途,没有人喜欢的 我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我曾经去过一个幻想的 他有很多東西,一個主題公園 他其中一道份是看恐龍 他外面的那奉牆寫著 我不記得大約是說我等了你億萬年 即是這樣的意思 恐龍在那裡等了我們億萬年 我想說,神是等了我們億萬年 神在創立這個世界之前已經揀選了我們 已經認識我們了 神已經等了很多年我們出生了 神是有個計劃,已經一早認識我們 有個計劃在我們生命之中 即是當你想,神會在每一個人生命中這樣計劃 是不是真的很看重我們呢? 其實神很看重我們每一個人 但有很多人就說,我很微小而已,我沒有用的 很微小,因為我們未入到神的計劃 你入到神的計劃就會提升 其實我發覺這幾年,我是一步步神 將很多教導給我 接著我就去教導人 由我開始發現我要訓練領袖 訓練傳導人,訓練侍奉的人 而影響力更加大 而傳導人受訓練,他們都覺得很好 譬如在肯那,他們就會傳開我的教導 翻譯了他們的語言 傳開,有些人都要求有我的材料 即是說,神可以這樣興起我們 我想說,這個禮物都是給你們的 神給我的教導都是給你們的 你可以用的,可以用出來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的 你周圍的人影響他們,讓他們知道神怎麼愛他們 神很看重他們的,你又很輕鬆 他們看到你便會覺得,你現在這麼輕鬆 這麼有信心,這麼開心 他們便會歡喜你,便會接受你的說話 你的生命便會影響他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心裏記住這個金句 以法所書一章四節 神在創立世界之前,已經在基督裏描述我 已經認識我,已經在我心裏有計劃,已經定義祝福我 這樣你的心便有信心了 我是神一早想定我的,已經認識我的 神看起我的 然後羅馬書八章三十九節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者愛善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女的 手機信息會隔絕 但是神的愛是不會隔絕 你去到哪個地牢,你去到月球 你去到起碼拉的山頂 起碼拉的山頂肯定沒有手機信息 我們去到山頂肯定沒有手機信息 但是神的愛也不會隔絕 神的愛也是會跟著我們 神的愛也是想祝福我們的 神又幫到我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是寶貴的,神的愛永遠貼實我的 譬如有些人,有些小朋友 你見到,他們會很驕傲 我爹地帶我去哪裏玩 我爹地送什麼給我 為何會這樣 他爹地很好 我們說,我們爹地很好 他給我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給神真是好看起 你有這種心態 你這個人就會輕鬆 有信心 就不是驕傲 是有信心 神對我們很好 撒迦尼書二章八節 萬君之容說 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仁 這個多重要 你敢敢摸老虎的眼 沒有人敢 神的眼,敢不敢摸呢 很多人就隨意冒犯基督徒 其實他們是摸神的眼 其實他們是真的 他們被我們慘的 但我們不是就助祂 祝福祂,憐憫祂 希望神感動祂悔改 但我們多重要 就是有人傷害我們 就是摸神的眼 所以你就說,哇 神一早知道我 神在我心裡有計劃 祂的愛貼實我 誰弄傷我 那個人慘的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有信心 對嗎? 好了,怎樣把這些 教導內心化呢? 就是想像神怎樣解決我們 譬如當這個是 神做的地球 神做這個計劃 這個做了地球 然後呢 這個解釋是你 你沒有人有 但是神已經visualize 即祂能夠有個圖畫出來 祂已經看到你是怎樣的 祂有一個圖畫 有一個計劃 你將來在什麼時候出生 怎樣來 即是神已經一路visualize 想像 其實神來說 不是想像 即是祂計劃了你是怎樣的 神就是 已經一早看定了你 看中了你 已經是愛你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說 原來我得到神的愛 那個心就會有信心 即是將那些經文 反覆思想 在那裡反覆思想 這句說話 即是為什麼呢 即是神在做什麼 經常想神的本性 祂的屬性 然後想神做什麼 那如果神那麼愛我 我當然很寶貴 那你就告訴我 我真的很寶貴 因為神很愛我 我真的很寶貴 這樣 然後呢 我跟從神 神就會賜我能力 提升我 神會一直提升我 當你能夠幫一個人 我們這裡中間 有一個弟兄姊妹 幫不同的人 輔導 討告 然後你就可以幫一群人 然後你可以講信息 然後你可以領聚會 然後你可以去宣教 去幫助不同的人 你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那有些人可能不是這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 總之你周圍的人 你可以影響的 還有呢 人體笑我什麼所謂 不要緊要 即將事情深化了 有人就算說我不要緊要 他不會拿走神的計劃 因為神是帶我一切的 而且還有一件很重要 這句說話很重要 一起讀 即使一天改善 些少也很好 這句說話很重要 很多人就說 還有很多還未改善 不要緊 你有些少改善 你就恭喜自己 感謝神 以及感謝神 去改變我 又欣賞自己 有的那麼多改變 心就歡喜 這一個呢 就是很重要 這一個很正面的思維 是從神而來的 我有的那麼多改善 已經是非常好的 神就給我這個德性五部曲了 第一 一起讀 留意 負面的意念和習慣 第二 深信者必有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觀念處理 即是為什麼呢 聖經教我如何做 第四 親近神得利 第五 選擇順服和應用出來 如果黃色字 就是讀黃色字 每一點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處理 親近神 選擇順服 就是我留意到問題 我知道它的破壞性 我就用聖經的觀念去處理 聖經說我叫我做什麼呢 我就親近神 由我選擇順服 譬如 一路想起自己沒有用的 我現在知道神說 在未曾創世之前 神已經揀算我了 神看起我的 於是我就一路告訴自己 神是看起我的 所以我不需要看低自己的 我就親近神 我就宣告 神是愛我的 一路相信 即是宣告 我都不只是外面宣告 而是他裏面相信 我是真是很寶貴的 我真是很重要的 而很重要的是 每日進步些少 就算一個percent 都是很好的 總能夠 是否任何人都總能夠 的那麼多進步任何人 今天聽到 你有沒有覺得 多了些信心 進步 進步了 每天就是這樣 每天就是這樣 去鼓勵自己 每天去牧養自己 我今天可以提升的 我今天可以有信心的 還有有信心 當你進步 就欣賞神 和欣賞自己 好像這個人 在鼓勵那個人 欣賞神 多謝神 你在我身邊做功 第二 就欣賞自己 你很厲害 你今天有進步 你今天肯聽神的話 神真的好 你有普通話 神真的好 你又信服神 亦都好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說 我正在進步了 我會繼續進步的 其實這種正面思維 難不難 在神那裡來 是正面的 不是 有些正面思維 就不面對困難 但我所說的是 屬於聖經的正面思維 就是面對困難 而深信神的幫助 好了 這個另一點 就是 為什麼不給負面的人影響 詩篇118 堅持六節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必不懼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句說話 我又將它深化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不用怕 因為神是全能 神是充滿愛 他幫我 我還要怕人 我還要怕人 怎樣對我 人能把我怎麼樣 就在深信 譬如老闆對你說什麼 你心裡就說 如果不是上頭刺給他 他毫無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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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神啊 你一定有你的計劃 我們當然做好我們的本分 但我們就不用害怕他 越害怕 表現越不好 但我們有信心 我們的表現越好 越有信心的時候 就算見公 我都鼓勵你這樣 見公怎樣見法 不只是回答他的問題 是留意這個 見你 即是去 interview你那個人 即是去 中文就是 interview你那個人 即是 面試那個人 留意他的事 關心回他 譬如說 即是在適合的時候 譬如他那間公司 在那裡考慮請你 那你來到 即是留意公司所有的事情 留意他講話的方法 那你就說 我看到你 真的 組織這間公司 做得很好 你做的事情很好 我看到你問問題 很會問問題 哇 他說什麼 這個人 會這樣說話的 因為你有信心 你可以觀察到 這個 面試的人 他講的說話 你會欣賞他 他真的會覺得 哇 你的智慧比我更高 你分辨了我 這個就是信心 就是我們生命的寶貴 我們能夠看到人的好處 我們更加是被提升的 所以 我們不用怕人的 還有呢 這裡講到 二塞書五一章十二節 唯有我是安慰你們的 你是誰竟怕 必死的人怕 要變如草的人 殺人 他們都要死的 我們為什麼這麼怕他呢 好了 怎樣處理呢 一起讀一下 神保護我 供應我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負面說 沒有權兵 人家講的負面說 沒有權兵 即是你將這些說話深化 神現在保護我 你可以用一些圖畫 神就站在你旁邊 神保護我 曾經有人在 有一個這樣的見證 在網上我會看到的 有一個人呢 她是她的 她的媽 和她的家人呢 她的爸爸 都是無術的 行無術的 但是呢 她的爸爸就娶了一個 五秦宗的太太 有經歷四年 充滿的太太 那這個太太 就帶她兒子大 都一直帶她信耶穌的 那由到十歲的時候呢 就是有兩個巫師走來 要抓了她的兒子去做巫師 那她抓了她的兒子的時候呢 忽然間那兩個人呢 本來抓著她走 即是她的媽媽就在外面 在裡面叫 她就秦了她的兒子走 然後跟著呢 那兩個人 即是這個男子 他就看著這兩個人秦他 跟著看到那兩個人 眼都定了 跟著呢 就很害怕地跑了去 原來呢 她的寧願頭就碰到一個很巨型的天使 就站在那裡 即是 那幫助我們 比這個世界上更大 住在我們裡面 比這個世界上更大 那麼她就看到 我們有這個神的能力和幫助 我們什麼這麼怕呢 其實在網上有很多 很好的見證 那當然也都要分辨 曾經有人呢 她是 人家已經 即是她已經死了 死了 最未否屍是驗屍 但是她的媽媽說 你不要 她已經戒了一條狠 已經開了刀 然後跟著她說 她的媽媽就說 你不要繼續 拖下去 我祈禱她復活 真的復活 她就見證 她的肚子 是有一條這麼長的刀 即是原來呢 神可以做這麼大的事 神這麼有能力 祂又幫我 所以人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負面的說話 沒有權兵的 她說什麼說話 沒有權兵的 因為我經常看到神的工作 所以我呢 對神真的很有信心 我就不擔心 我越不擔心 我就愈發覺神的工作愈大 我就愈發覺神的工作愈多 好了 其實我想說是什麼呢 每一樣的問題 總有主理的方法 現在我舉了一些例子 我不是舉了所有的例子 我只是舉了一些例子 每一個問題 總有主理方法 但這個主理方法 不單是祈禱 亦都是需要我們理性去處理的 好了 怎樣遙恕傷害我們的人呢 遙恕就是興省 是不是 不遙恕就是重 馬太六章十四節 你們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遙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不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遙恕你們的過範 聖經說了 但很久呢 只是看這句說話 就是要遙恕不遙恕 神就不遙恕我 所以祂就遙恕 但不是從心底處的 但我們可以做什麼一起讀 是說 傷害我們的人 曾受很多傷害 他們也不成熟 連率他們 遙恕 祝福他們 就是想到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受了很多傷害 其實因為受了這個傷害 他心裏面有很多壓抑 其實他都不是很成熟 他都是很多事情 很容易反應的 很容易發作的 其實我看到他的生命都是很慘的 於是我就連率他 於是我就遙恕他 即是說你看出他 那你就不是強迫自己去遙恕 也都深信我心裏很保険 我不遙恕他 我自己受傷 我為什麼要不遙恕他呢 我就定義去遙恕他 祝福他 和人建立交往的能力 很多人都沒有這種能力 這個還可以成為一種壓抑 見到人就怕 不敢去和別人聊天 不敢去關心人 我們怎麼衝破呢 這個經文我們才讀過 不用怕 那些人的不用怕 然後呢 《菲律比書》四章十三節 一起讀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就是靠著耶穌 我凡事都能做 於是我就怎樣 踏出去關心人 我與人交通 那這個需要操練的 你看到一個人很想關心 你就祈禱了 神啊幫助我 關心他 幫助我信心 我可以踏出的 我可以關心人的 我可以問候人的 我可以為他祈禱的 我可以一步步幫助人的 那你一路去幫助自己祈禱 好啊 衝破 當你開始幫助人 耶穌就說 你扶我握學我的樣識 者用你的心 你就必得享安息 你真心看到神的恩典去幫人 你的心就會鬆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有信心踏出這一步 我們是想訓練人呢 首先幫助人得到釋放 然後你就一步步去幫助別人 你就可以提 幫到很多人的 好啊 有很多人就說 我沒有工作的能力 我有很多事情 不做得到 那這裡呢 我就講出一些方法 那我經文都在這先讀 就是 立家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做 下面一起讀 接受訓練 放膽去做一些平時不敢做的事 欣賞自己任何的進步 信心就加憎 即是 當我們需要學習 我們就需要訓練 和看一些人 為何做得這麼好呢 又放膽做一些平時不敢做的事 一進步 立刻欣賞自己 信心就加憎了 譬如我彈琴呢 是 真是 神是祝福我很多 不過我是練很多的 不過現在已經不練了 因為沒有時間練 但是呢 我都發覺 我要一彈 一路彈就有進步的 一路彈 又有抒情的 又有 又有 激的 其實我也想激勵你們去學的 我不是說我好 而是說 你肯給神用 就神會用你 那我記得 我有不同的突破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曾經有一個 很厲害的人 他跟我說 你不用每一次都 每一拍都要 彈給別人看的 不是每一拍都要彈下去的 不用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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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你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的 那些人會跟到音樂的 那他就 每一次他彈 我就留意他怎樣 很自由 不是一下下這樣 如果你留意我彈琴呢 是有很多是很自由的 那當然跟那個人比較 都是相差很遠的距離 因為他是真的 每天練很多 那我呢 其實練得很少 但是呢 不過比很多人來說 都是練很多的 但是呢 就是 在這個過程 譬如有他的指示 也都以前有跟過一些人 那我 摄錄了去 然後我就重複看 重複看的時候 我試一下做 又很難做 我再看又再試一下 一路試一路試 試到做到為止 那然後呢 我有一次彈琴 一路敬拜神 一路親近神 突然間 好自由 那為何那麼自由呢 我怎麼可以再做回呢 那我又再 即是再提升 即是放膽做一些 我以前沒有做的事情 也都有聖靈的充滿 去突破 那我希望中間有人 真的會試一下 其實不是很難的 我試過一個小時 教導給別人彈一首歌 都挺好聽的 你肯學第一步 你以後可以進步 你不要聽我這樣彈 你說這麼難 怎麼可以 因為有最基本的一步 那我希望大家 無論你上班的能力 你跟別人交往的能力 你處理事的能力 都可以處理的 即是 最重要就是 你的心 如果有人學到 我都基本上可以學到的 雖然可能他的恩賜大些 但我都可以學到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念 你會說 不行的 那些人那麼厲害 有些人總是這樣說 有些人那麼厲害 但其實你用心去學 而神都給你一些基本的恩賜 譬如有些人 他的音真是無音不全的 那我都不會鼓勵他 去帶領敬拜 不過他想練 有得練的 你有個琴 上網都有的 手機都有的 你就這樣唱 Don't remember so far me re do Don't me so do so me do 那你跟著去唱 唱一下音就準了 那你是一個喜馬來的 但有些人真的接拍好不好 他彈琴是用了很多力的 可能他的恩賜在別的地方 你就找哪個地方 是神給你恩賜的 那樣東西發展 你是做得到的 這個其實是一種有動力 我自己覺得打球是幫我很多 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打校隊的 打校隊的時候是怎樣的 我們五盤三勝 我試過打第二盤 輸到尾 你追回贏他三倍 就是三對二贏他 就是可以這樣追回 其實是很拼命去追的 是可以得的 就是說很多東西很困難 當我去打球的時候 我就學習到這種精神 就是幾困難都好 我都可以衝破 譬如我也都跑 跑步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你越跑越累 跑到最後很難 但是你最後的時候 你可以衝的 已經很累都可以衝 那時候你跑的時候 腳好像很重 很無力的 好像硬了 但是你都可以衝的 這個是意志 譬如我們打球 周時有時候 是打得很累很累 但是意志說 我要打得好 我要打得贏的 這樣 那這件事 其實對我 是一個很好的培訓 以至我人生以後 有什麼困難 我都會說 我靠著耶穌可以得勝的 可以進步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這樣 能夠一步步有信心 處理負面的情緒 一起讀 首先這個經文就說 神那種喜樂的聖則 西方學書三章十七節 他就說 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 默而愛你 請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就是這麼開心的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一個充滿愛的神 而我們怎樣呢 弗洛比斯四章四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聖經是吩咐我們 靠主在耶穌裡面 其實原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在耶穌裡面 rejoice 其中一件事 我順便說一下鼓勵大家 其實我去外國的時候 我是二十三歲 很多人二十三歲 是很難說到英文是說得好的 但是呢 有一個老師就教我 他就錄了音 首先跟證我的英文 然後他就錄了音 一句錄了音 然後停了一句 他就叫我跟著來講 那我真的跟著來講 那時候我又感謝神 我在圖書館有工作做 圖書館做什麼 我修理書 那我修理書一邊播 我一邊修理書 一邊播 我一邊跟著去講 一邊重複講 重複講 過了一兩個月 那些同學就說 咦 你現在講的英文很不同 那我以後聽到人 講英文或者講普通話 我都去想一下 我怎樣可以模仿回他呢 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一路幫我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譬如我以前 有一堂 有一個人來 我們教會 團契教了茶經 跟著我之後 就一直用這個方法去茶經 那他就幫助我很大 以前我見到 黃黎文牧師的講道的時候 哇 很多動作 很生猛 那我又說 我都可以這麼生猛 那這都是 神都是 在不同的情況激勵我 怎樣可以進步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進步到的 還有情緒可以處理到的 靠主的凡事都能做 那我們怎樣處理情緒 這些是其中的方法 一起讀一下 深信我們生命是寶貴的 深信負面情緒必有破壞性 處理負面情緒 多親近神得平安喜樂 這裏 繼續處理負面的情緒 就是深信我生命很寶貴 而負面情緒一定有破壞性 那我就開始處理 親近神有喜樂 又再處理 讓我裏面 一有些負面 譬如說 開始煩了 我有時都會說 急 急 我即是說不用急 因為神有祂的時間 我不用急於要 即是 我不用一定要迫自己這麼快 神有祂的時間 就是我放鬆 神啊 我可以放鬆 我可以輕散一點 我可以感謝神 Hallelujah 我就一直引導自己 以至我那種急的性格 就放下了 一路一路放下 這就是我們可以 學習處理的 還有壓力 以前我侍奉的時候 也曾經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有同工 背後批評 就覺得 我已經很努力 但是成績不夠好 但這句經文給我很大鼓勵 一齊讀一下 臨前四章二節 所求於滿家 是要太有忠心 你忠心就可以 神就歡喜 很多時候人們就覺得 你努力又怎樣 你都沒有結果 就是看過結果 這樣的時候 就很大壓力 但其實神呢 雖然我們做得不夠好 總之你是努力 神就欣賞 當然我們都想尋求 怎樣的方法好些 但總有個過程 大家一起讀一下 努力就可以了 不夠好力也是可以 在努力時也存輕省的心 做得不夠好也不怪責自己 別人怪責自己也不放在心上 會尋求方法進步 這裡說出不同的對於壓力的看法 我努力就行了 不用一定要有最好的效果 但我後面有追求 追求怎樣改善 不夠好也行 都不緊要 不夠好就慢慢進步 努力的時候 有時候很努力做都輕鬆 譬如我以前開始講到的時候 是真的很大壓力的 那些人說 老師你未講到的時候 真的定制型 好像在想著 但我現在來講 我只是想著那個主題 為何在神會興賞 就不可以想那些細節 講的時候就會很自由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你將來有機會分享的時候 真的很自由 不用計算 講成年 總之你就將這種自由 興賞講出來 又做得不夠好 都不要怪責自己 不要怪責自己 人家怪責我都不要計較 這個進一步 人家怪責你不要緊 然後同時又尋求進步方法 那你就不是一個 負面壓力之下來進步 些少進步就是欣賞自己 我想問你 這個月這個禮拜你有沒有進步 有 有進步欣賞自己 感謝神 感謝神 多謝神的工作 有感謝神 我有進步 一起宣告 感謝神 我有進步 神幫緊我 我有進步 Hallelujah 你這樣看 我們正在進步 會繼續進步 當然我們可以祈求神 給我們大踏步進步 但你在未大踏步進步之前 你一定要放低壓力 如果你有壓力之下 要大踏步進步 你就會很大壓力 我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報道家 但是很大壓力的時候 是很慘 但是當你說 我見到一個人就幫一個人 神就起源 那你就不會有壓力 你幫到一個 感謝神 我幫到一個 你做到一下 你不知不覺 你就能夠很自由地去傳福音 今天所說的 其實不是很難的 就是你見到什麼事情 你知道不只是祈禱幫你 我們需要祈禱 有動力 但一定需要在裡面處理 和分辨到 我們有幾多 給我們的情緒控制 我們有幾多事情 一天不開心 不行 人對我不好 我自己沒有用 這些全部都彈出來 還有一些 不理智的行動 回家就擲東西 有些圖畫 賣碼都說的 我爸回來就罵兒子 兒子就用個玩具來踢 大就欺小 小就再欺小 其實我們在神裡面 幫我們釋放這些 大家可不可以一路開始 去處理你的內心 待會在小組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思考 去反省一下 我們裡面其實有幾多東西 在影響我們 我們能不能夠面對這些事情 能不能夠一步步得勝 你說很難 那我問你 進步一點點行不行 1%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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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行了 那你就繼續下去就行了 你想著 一點點進步已經是好的 那你的心就沒有壓力 但要想著 我要變得很喜樂 哇 那就很大壓力了 但是你說 我一點點進步 我能夠喜樂一些 一點點喜樂 你能不能夠說 我選擇喜樂行不行 那耶穌可以選擇喜樂 哈利雷啊 你可不可以笑一下 哈哈哈哈 難不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你就開始這樣選擇進步 你就一步步進步 這個就是 怎樣可以提升 你一步步真的可以飛到天上 我們中間 我希望有人 在我們中間 將來興起 祝福很多人 這個是我的心願 不只是我去做 是你們將來可以祝福很多人 神用 神在你的生命 其實有計劃的 只要你入了那個計劃就可以了 事務員 今天很棒 思靜